如果你是勇敢并且具有耐心的投资者 那么另类投资可能非常适合你 我们将和SITS银行全球投资方案主管 一起来了解更多 谢尔班 你作为SITS银行SA全球投资方案主管 那么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另类投资吗 另类投资基本上可以超越一切传统投资 这意味着不仅只是投资股票 债券 现金 还包括投资私募股权 最充基金 还有房地产行业 另类投资最初的比例只有不到1% 而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主流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的 最开始另类投资只是针对 我们称之为拥有超高账户净值的投资者 学术研究证明 如果你在全球投资组合中 添加另类投资的话 那么它可以为您提供更好的风险调整回报 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现在主要是使用基金中的基金 通常这让投资组合经理添加 对冲基金投资和另类投资到自己的全球投资组合中 已经变得更容易了 所以你会给普通投资者那些正在寻求投资组合多样化 并且想要尝试另类投资的人提供哪些建议呢 好的 只是我想要强调一点 投资者需要了解另类投资的特殊性 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风险预测 通常来说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兑现您的资金 与此同时 风险报酬率可能也不一样 你可能有更多的盈利 有时候波动性也可能会更低 所以类似于高风险高回报对吗 是这样的 在你看来 进行另类投资理想的环境 或者说是时间是怎样的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认为我们即将迎来这个时机 正在接近这个时机 我们需要一个央行干预较少的环境 在过去的八九年的时间里 一直受到了相应的困扰 现在我们可能开始要摆脱这种局面了 对于另类投资经理来说 需要市场上出现更大的波动 来进行套利以及寻找机会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分散投资 这就意味着 市场需要更好的区分 好的公司和不好的公司 有哪些另类投资 是你比较关注的呢 拥有较大增长潜力的呢 好的 首先我们正在开发 并且提供私募股权 尤其是在私募股权联合投资方面 我们认为这是客户最为需要的 第二 我们认为在这些投资当中 有很大的盈利潜力 对于客户来说 拥有一部分企业或者是建筑等 更为实际的资产 这听起来更为的安全 而就对冲基金而言 长短仓 股票对冲基金在这样的环境中 具有很大的意义 正如我所提到的 因为分散性越来越好 在全球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多 例如说在日本 亚洲 欧洲 和美国 总的来说 另类投资适合勇敢 并且具有耐心的投资者 对吗 的确是这样的 谢尔班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并且为我们普及了 什么叫做另类投资 谢谢 谢谢